沒有說過的 每場比賽都是挑戰 每場一級意義都很重要 在首會合領先5比2的利物浦 來到奧林普高球場 與羅馬爭取歐聯決賽資格 在今屆歐聯賽事,羅馬從來都未試過在自己的主場失球 但對上六次淘汰賽對著英超球隊他們都輸了 而利物浦這場球就是他們歷史上第100場的歐聯比賽 他們12次對著意大利球隊,有8次都進不了球 這季韋娜道姆第一次踢歐聯,就有8次正選上陣的機會 他說歐聯來說是球會級別最大的比賽 這一點你看一下,每一場歐聯比賽的氣氛就知道了 這種氣氛,無論主場還是作客 他都完全感受得到 我都沒有試過 這場球一開始,羅馬就立即搶攻 當然了,這場他們起碼要入三球 大約九分鐘,尼安高蘭一次後場的犯錯就給了一個球給費明盧 今季費明盧在歐聯已經有7次的助攻這麼多 他們把球給了沙迪奧文尼 文尼處理得很好 二場的愛及文明,加上沙拿這個三戰頭組合 在今季歐聯已經入了29球,認真厲害 多過六分鐘之後 詹姆士米娜這一球非常之不幸運的烏龍波 令到羅馬追成1比1 這球烏龍波也是利物浦近十年來的第一球 但高普帶領的球隊真是 以攻就代手 每一次進攻都很有威脅 葵拿道姆說 高普要求球隊落到場 都要給足100分的努力 他不接受流力 所以每一場的比賽 利物浦都是很積極的 而球員在當中都學到很多東西 他還說高普是一個很誠實 很直接的人 不停想球隊進步 葵拿道姆已經三年了 沒有試過作客入球 但今場他就入了很重要的一球 作客入球 今季利物浦作客都入到20球球 歷史上之前只有一隊做得到 而利物浦2比1的領先優勢 也帶到進去半場更衣質 下半場開始了 羅馬要入四球 很快 迪斯高就攻入他今屆歐聯的第八個入球 亦都是第一位羅馬球員 可以連續滿場的歐聯比賽出得入球 謝謝 看回整場球 其實羅馬射了二十三腳球 來到六十分鐘 欣達浪費了一次超級黃金的機會 而另一位年輕人 利物浦的亞洛 也不知用哪個部位 擋了艾薩拉圍的射圍 總比數領先三球的利物浦 越來越接近第八次殺入歐聯決賽 86分鐘賽事掀起高潮 利安高蘭一球禁區外的射門 又為羅馬追回近跌 這個球 簡直是總處而入 去到下半場的保時階段 卡拉雲在禁區中犯首球 令到利安高蘭操刀的這球十二碼 比他可以一套武器大腳抽入 只要羅馬多入一球 就可以將比賽帶入加市 但是為時已晚 四比二是最終的比數 如果五比二就有機會加市 喜密浦最終以七比六 進級去到決賽 將會在五月二十六號 幾乎這裡 就是大戰王加馬得利 羅馬教練迪法蘭斯高形容 這場球是一場拳擊比賽 你打我一拳 我又打你一拳 另外他也很滿意球隊的表現 經過今屆歐聯之後 其實羅馬成長不少 而高普就說 今季利物浦由歐聯的外圍賽 踢到入決賽真是非常令人驕傲 今屆歐聯 利物浦真的在經歷一次神奇之旅 很難令人相信 他們真的 真的殺了入決賽 對 對 真是很瘋狂的一件事 配合他自己 杜武 最後說到 好像利物浦這些大球會 贏歐聯 永遠都是目標 他們希望決賽 贏了他 美夢成真 而這個球櫃對於迪斯高來說 絕對是一個很值得紀念的球櫃 羅馬今季入到歐聯的四強 32歲的迪斯高入了八球 耶計斯朗尼馬之後 第三位球員 可以在連續五場的淘汰賽賽賽 取得入球 迪斯高說他最喜歡 就是入球 沒有比入球的感覺 更加暴快 這種對足球的熱情 迪斯高說應該是 他的爸爸為傳給他 因為爸爸也是一個足球員 不過 因為當年 撲斯尼亞打仗 很多日常的生活 他們都做不到 包括了定期的足球訓練 所以迪斯高其實小時候都很遲才開始接受訓練 大概是十歲左右 而迪斯高的職業足球生涯 就在當年十七歲的時候 在家鄉波斯尼亞展開 兩年之後去了捷克 到了2007年迪斯高加盟和夫斯堡 上陣142場 入了85球 09-10球季 和夫斯堡初登歐聯大舞台 迪斯高成為了當年球隊的焦點人物 協助和夫斯堡以小組第三名 結束那次的歐聯初體演 迪斯高說那一屆他入了四球 其中一球是作客曼聯在奧特福入 他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入球那一刻 是怎樣 還有在和夫斯堡效力的日子 有一段時間都非常精彩 現在回想起來都十分回味 2011年 曼城以破德甲球員身價紀錄 將迪斯高帶到英超 最後四個半球櫃 迪斯高下力曼城入了72球 贏了五行錦標 曼城史上頭四季的歐聯 他全部都有份參與 迪斯高去到曼城最後那季 傷了兩次之後 領隊帕利堅尼開始不用他 他覺得以自己的質素 不會只是球隊裡面的一個替補球員 他值得更加多的上陣時間 於是把心一環 迪斯高15年轉投羅馬 繼續成為球隊的重心 上季更加破了羅馬的球會紀錄 在各項賽事入了39球 包括九場的歐霸杯入了8球 令到羅馬去到歐霸杯的16強階段 而今季迪斯高暫時踢了45場球 入了23球 絕對是羅馬今季能夠成功 力利第二次殺到歐聯四強的主要原因之一 歐斯高說 證明了自己選擇羅馬就絕對正確 他覺得過去兩個球櫃自己保持到很高的水平 希望一路踢下去都可以是這樣 歐聯剩下最後兩強 包括歐聯十二次的王者 王加馬德里 和五屆盟主利物浦 寧於分 ... 錄一代 賭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